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介紹成蟲的照顧 甲蟲羽化之後 會在他的勇士裡面直伏 什麼叫直伏呢 因為甲蟲是完全變態的 他變成甲蟲的時候 器官是還沒有成熟的 所以他會在他的勇士裡面睡覺 這個時期我們稱為直伏期 就是要讓器官慢慢的成熟 所以他不吃不喝 要慢慢度過直伏期 等到過了直伏期 肚子就開始餓了 這時候他才能夠吃東西 不同種的蟲直伏期會長短不一 有些蟲可能兩三個禮拜 就過了直伏期 有些蟲甚至要睡到半年 甚至一年這麼久 我眼前這隻撒爛大多蟲 他目前已經羽化大概兩個月左右 目前還在直伏 所以他是不能吃東西的 那直伏期的蟲要怎麼照顧呢 首先我們要先看一下 如果他是在天南勇士裡面羽化的 要先觀察一下會不會有很多小蟲 或是有坍塌的情況 如果有的話 只要羽化超過兩三個禮拜 我們就可以把它抓出來 因為那時候翹翅已經變比較硬一點點了 所以這時候抓他比較沒有問題 把它抓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羊在飼養箱裡面 像這樣一個飼養箱 那直伏期的蟲飼養箱 水苔要放多少呢 來我們看一下喔 水苔要放很多喔 大概有半個飼養箱這麼高 至少能把它的身體全部蓋住 然後呢 水要噴超級多喔 但是不要淹水的狀態就好 要把水苔噴得超級濕超級濕 因為這時候它是不吃不喝的 但是需要水分 它非常需要水分 所以水苔要噴得非常的濕 但是不要有積水的狀況 我們可以再用手把它抓看看 現在水苔是非常濕喔 好 我們再把這隻撒旦大洲蟲 放到飼養箱裡面 把它放到底層 然後再把水苔稍微蓋在它身上 最後再把蓋子蓋上 這樣放到陰暗處 等待它過直伏 那怎樣觀察它是否過了直伏期呢 只要它在飼養箱裡面 非常有活力到處亂跑到處亂跑 甚至想爬出來飼養箱那種感覺 活力十足 這時候代表它過了直伏期 過了直伏期才可以餵果凍喔 現在還不能餵果凍 讓它在底部直伏就好了 盡量少打擾喔 常常打擾它很容易會死掉喔 接下來我們介紹 如果過了直伏期的蟲 那層蟲要怎麼照顧呢 首先 這隻長脊大豆蟲 它已經過了直伏期喔 好 一樣我們拿個試養箱 抓一把水苔放進去 水苔就不需要太多了 包包到一層就好了 水苔放好之後記得一樣要噴水喔 但是呢這時候只需要保持微濕就好 不需要像直伏期的蟲噴得那麼濕 過了直伏期的蟲 它只要保持微濕就可以了 好 再來就是放果凍台 大型的蟲 我會用這種大型的果凍台 大型的果凍台 讓大型的蟲要攀爬會比較方便攀爬 而且有硬一點的東西讓它去抓 對它的腳也會比較好 我們再擠三顆果凍下去就好囉 好 最後再把蟲放進來 好 蟲放進來之後你看 它馬上就開始去吃東西囉 開始在吃果凍 好 再蓋上蓋子 這樣就完成蟲的照顧囉 接下來我來說明一下 那到底什麼時候該換水苔呢 好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水苔的顏色已經變深了 甚至是粉粉的樣子 水苔的功能主要是攀爬用 還有呢吸蟑蟲的大便尿尿 好 所以一段時間之後 它顏色會變深 水苔也會變得比較粉 這時候比較沒有攀爬的功能 還有呢打開蓋子之後 會有一點點的臭味 這時候就該換囉 把甲蟲先抓出來 果凍台拿出來 把髒掉的水苔我們把它倒掉 洗乾淨之後不需要擦乾 因為它本身也需要有一些水分 那我們再抓一把水苔進去 不需要很多 然後再放上果凍台 這果凍台也沖乾淨囉 好再噴一點點的水就好 這時候甲蟲就可以把它放進來囉 這一對是梳門巨扁 敲心蟲 因為要跟他們交配 所以我公蟲跟母蟲把它關在一起 好 最後再蓋上蓋子 就完成囉 至於成蟲的飼養容器 該如何選擇呢 第一個空間不要太小 第二個要夠通風透氣 一定要夠通風透氣喔 像我本身是養在溫控室裡面 24小時在開冷氣 所以我可以選擇像這種貝殼箱 它的洞比較小 沒有那麼透氣 老實說沒有那麼透氣 如果養在家裡是沒有24小時開冷氣的 沒有溫控設備的呢 我們會建議這種不夠透氣的容器 可以使用電絡鐵 在上面多打幾個洞 讓它透氣一點 或是呢 選擇像這種 比較透氣的飾養容器 但是呢 缺點就是可能果蠅會比較多一點 但是養少量的話 只要保持乾淨 果蠅相對也會減少很多 好那今天成蟲照顧的介紹就到此結束喔 祝大家養蟲愉快 謝謝 謝謝